歡迎收看月球上的美食 有時候大家是不是很想吃泰式料理呢 但大部分你們是選擇外壽 就是去餐廳吃對不對 但今天要和大家講說 你在家用泰式泡麵 也可以做出非常有料的豪華版喔 這次要教大家做的就是這個 綠咖哩風味的 其實這個泡麵有出很多款 像它的那個通洋素的口味也很好吃 那要準備什麼材料呢 第一個就是要準備這個 Chicken Gala 這個咖哩的靈魂的物 這是雞肉 因為我喜歡在泡麵裡面吃到豐富的料跟肉 就準備這個雞腿肉 再來呢就是綠咖哩的料理當中 有些人是加豌豆 有些人是加四季豆 那我本身呢是喜歡四季豆版本的 再來呢就是要準備這個 九層塔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它其實增加它的風味感 再來呢要準備的是洋蔥跟蒜頭 還有這個要紅不紅要白不白的辣椒 因為我剛從那個冷凍庫拿出來 所以呢它就是有一點白裡透紅 這辣椒你別想說 天啊要做出多辣的綠咖哩泡麵呢 沒有 其實就是不辣版本的 譬如說你去市場買的時候 就跟老闆講說 我要不辣的辣椒 就真的有辣椒的香氣 但是沒有辣椒的辣度 好的那我們開始吧 走 好 好 好 就會到時候 吃了 吃 吃 吃 汁 紋骨 肌肉 这里有 José鲜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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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